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路加福音的灵修已经到了第13章上半段 就是第1到第21节 哇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 一开始就有个悲剧发生了 对不对 那我读一段经文给大家听 那就是从第1节到第5节 葬大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 掺杂在他们记忆中的事 告诉耶稣 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重加利利人更有罪 所以受这害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 压死18个人 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哇 这个悲剧 就讲到加利利人 有几个加利利人在献祭的时候呢 被比拉多杀了 所以这群献祭者的血呢 就喷到这个祭物上了 那么就是这件事情了 当然正在献祭被比拉多杀 为什么事情杀等等在这里没有记录了 不过众人呢 就告诉耶稣这件事 那当然告诉耶稣有什么目的 这里也没有血 但是呢 我们可以从耶稣的回答来推测 其实告诉耶稣的这群人 心里面有一个谁的罪比较大 谁的罪比较小的观念 是吧 所以耶稣才说 你以为这群被杀的加利利人的罪 比其他的加利利人的罪更重 所以遇到这个悲剧吗 不是的 同时耶稣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我相信当时一定写在当时的报纸上的话 假如有的话 那就是一个大楼塌下来 哇 压死了十八个人 所以耶稣也就说 你以为这十八个人 比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 不是的 意思就是说 罪不分轻重 多少的 人必须来到神的面前 悔改认罪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众人都有罪了 所以不必要跟人家比我的罪多 他的罪少了 凡事有罪都要认罪嘛 当然神在这件事情上是给人机会的 所以下面那段经文呢 那就是第六节到第九节 耶稣接着就有个比喻了 路加记录下来 那就是 哇 有一颗五花果树 都不结果的 园丁就说 砍掉算了 耶稣说 不不不不 再放点肥料 然后呢 看看明年怎么样再说 这个比喻意思就是说 这位树的主人 当然指的就是耶稣了 这个主人还是给树机会 有机会 有机会 再给一年的时间看看 改善一些 施肥啦 灌溉啦 的条件 是不是明年 就结果了嘛 也就是说 主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抓住机会 赶快来到主面前 悔改 是 这个信息实在太重要了 是是是 所以在接下来的经文呢 其实也是要 做一个选择 是 我来为大家读十到十六节 安息日 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 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 病了十八年 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 耶稣看见 便叫他过来 对他说 女人 你脱离这病了 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 他立刻直起腰来 就归荣耀与神 管会堂的 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就气愤愤的 对众人说 有六日应当做工 那六日之内 可以来求医 在安息日 却不可 主说 假冒为善的人啊 难道你们个人 在安息日 不解开 朝上的牛 驴 牵去引吗 况且这女人 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被撒旦捆绑了 这十八年 不当在安息日 解开她的绑吗 这段经文 其实讲到了两种人 第一个是 驼背的女人 在安息日 得着 耶稣的医治 是的 另外一个人呢 是管会堂的 是 他们有各自 不一样的反应 当然我们在 之前有提到 在安息日 治病这件事情 其实是引起 当时 犹太人 各样的反感 跟反对 是犯了安息日 的规定 是 所以这个管会堂的呢 就特别就出来 要来指责 但是当耶稣 医好了 这个驼背的女人 十八年 腰 指不起来 这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耶稣 医治了她之后 那个管会堂的 反而 跳出来 请注意 这里她不是要 对着耶稣 说你不能治病 不是 她反而是转向 对那一些 来求医的人 说 你们这些人 礼拜一到礼拜六 都可以来会堂 求医治 为什么你们 偏偏要在安息日 所以她其实是 制止这些人 来得到医治 还记得我们在 十一章 五十二节有提到 那些 自己进不了门的 还要阻挡 其他人 能够尽 这个神的果 所以这个管会堂的 其实也是同样的 一个状况 而且 请注意 这边有两个 不同的反应 当驼背的女人 得着医治之后 她就归荣耀于上帝 但是管会堂的 却是气愤愤的 指责众人 所以如果我们连接到 刚刚牧师所提到的 不悔改就灭亡 其实这是一个选择 是 驼背的女人 选择归荣耀于上帝 管会堂的选择 气愤愤的指责众人 在安息日求医治 所以这也是一个选择 对啊 很实际的一个个案 就把刚刚的经文的主题 再一次呈现出来了 是不是啊 所以在接下来的十八到二十一节 其实有两个比喻 这两个比喻也可以回头去串联 刚刚所提到的主题 一个是芥菜种变成大树的比喻 一个是面孝的比喻 那其实这边我看到的是 有两种神国的一种状况 第一个芥菜种是从小种子变成大树 然后飞鸟可以栖息在上面 很厉害 很厉害 所以这其实是 是扩张的 是长大的 那神国也是可以扩张 是会长大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讲到的是面孝 所以面孝呢 我看到的是他对神国的一种改变的比喻 所以面孝小小的 但是一团面粉 人因为有面孝 所以他也变成一团面团 是 所以神国的扩张 以及神国的改变 其实就是在这两个比喻里面就看到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在谈到的这个 一到二十一节里面 有谈到的是要做选择 选择悔改就不致灭亡 如果硬心硬景 不愿意面对自己 这个过去的过犯 那其实就是一条灭亡的道路 对 所以这段经文合在一起 真是带给今天的教会 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常常警醒了 若是有什么要赶快回头 归回真道 归回耶稣的 赶快悔改 回到主的面前 来领受主所给我们的恩典 领受了之后 也好像那位女人一样 归荣耀给神 愿主带领我们今天 过一个归荣耀给神的生活 平安 平安 有什么要赶快的 都要赶快 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 建议 这都是 有什么要赶快的 有什么要赶快的 这都要赶快的 我 这都要赶快的 感谢观看